良好的电脑使用技能在当今数码时代是必备能力 玩电子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打磨这些技能 但科学家警告说前提是不能玩的过分 英国一项历史两年的有600位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发现 每周玩电脑游戏不超过一次的青少年 比每周玩两次或以上的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更高 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天使用社交网络不影响学业 很明显社交媒体并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社交媒体是每个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彼此沟通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 家长们越来越多的抱怨说 很难让他们的孩子远离电脑游戏 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上瘾了 甚至需要寻求帮助借瘾 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到玩电脑游戏成瘾有何危害 但是提到了电脑游戏会导致孩子熬夜 因此第二天在学校会很疲倦 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 在伦敦 一位有很长资历的电脑游戏店老板说 老游戏和新游戏是不同的 现在的游戏更大 细节更多 更复杂 这些游戏会更长时间地抓住玩家的注意力 玩家在游戏上花的时间会长得多 因为他们总想沿着故事主线进行下去 比如说 这有个掉人胃口的东西 玩家会说 天呀 我一定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过去的游戏呢 考验更多的是你的手眼协调能力 你的速度 你把握时机的能力 你的反应 而不是你的想象力 电脑游戏产业很久以来一直声称 游戏本身和上映之间没有确凿的关联 但是这项新的研究认为 需要进一步研究 证实过多玩电脑游戏 对学生在校表现的确有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由伊林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